在阳光照射下更凸显出这两台彩绘基隆海洋景致 和景点的中型观光巴士 美丽和新颖的造型 这两台鲜少露脸使用的中型观巴 目前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里面 负责管理的公车处指出 五年多前基隆市政府争取中央补助打造车体的费用 在由原市政府官销处出钱负责彩绘这两辆车 虽然隶属市政府公车处管理 但是因为当年的官销处规划用这两台中型观巴 来载运国际邮轮旅客进行基隆观光导览 因此这几年来被列管用来作为一般公车使用 所以当初补助了费用 让我们添购了这两台车子 准备是要在邮轮客来观赏基隆的美丽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准备了这两台车子 但是很可惜的后面的当然就是由大家所知道有COVID-19 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稍微先停割了一下 所以目前现在的话车子就放在这里 除了外形漂亮显眼 内部精致的座椅和冷气设备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虽然当年被列管规划作为载运国际邮轮旅客观光用途 却敌不过大型游览车一车车把邮轮旅客载往台北等县市观光的现实 再加上三年多前新冠疫情爆发 国际邮轮停驶 这两台中型观巴更无用武之地 只能停放在公车处七堵分站 中间偶尔有使用一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无意间发现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停放在这里非常可惜 希望市政府可以规划出适合的山海观光路线 让这两台中型观巴载运旅客行销基隆的观光 放在这边的话我想很可惜 那我们基隆市的话原本的话公车一些休闲 不管是海线 我们三线的休闲的专车 本来就已经很缺乏 也没有什么专车在行走 那放在这边以其这样的话 岛部图我也向市政府来建议 这个积极的话让我们 看要是我们休闲农业专车也好 还是跑我们海线也好 观校处已经合并为文化观光局 那未来的话都是播交给我们观光局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尽速的来使用这两步 因为毕竟摆在这边非常浪位 真的非常浪位 因为我们外面的话也很多的话 需要我们这些公车专车来接送 目前原市政府官销处已经采册 观光行销业务并入新成立的文化观光局 因此原本列馆只能作为游轮观光用途解除 虽然公车处已经可以自行调派这两辆中型观巴的用途 不过市议员张耿辉还是希望文化观光局 可以协助规划出适合的观光路线 特别是七独马林和有类一带的山区道路 非常适合中型观光巴士行驶 让这两台中型观光巴士 能够真正发挥应有行销基隆观光的功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